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卢军红台长太平绅士 二十年来无私忘我 致力弘扬人间大乘佛法 促进国泰民安 世界和平 卢台长以居士之身 妙法应激 点化因缘 以慈悲之怀 心包太虚 普度有缘 白化佛法开启智慧人生 和平之光 普照大千世界 心灵法门令全世界一千万佛友 启迪智慧 离苦得乐 身体健康 家庭和睦 事业顺利 创造无数人间奇迹 卢军红台长也被誉为 活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至今 卢台长亲赴亚洲 欧洲 美洲 大洋洲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举办数百场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大型演讲 在全世界掀起一股学佛修心的热潮 并被世界各国的媒体关注与报道 近年来 卢台长更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 推广至全世界 屡获国际殊荣 2012年 英国伦敦 世界宗教联合大会 授予卢军红台长 世界和平奖 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 弘扬佛法 并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颁发 英联邦 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 意大利九富盛名的西安娜大学 任命卢台长为荣誉课作教授 卢台长还被澳大利亚政府授予太平绅士 获得马来西亚皇室赐封拿督终身荣誉爵位 并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 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 卢台长还作为特邀嘉宾 与高僧大德佛教领袖一同出席 2015年联合国卫赛节庆典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多次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使中华文化与佛法走向世界 书生姻缘成就了今日的相聚 近年来 心灵法门使中华文化与佛教精髓 传遍印尼大地 普利社会名声 在马来西亚冰城法会刚刚结束之后 卢台长新系印尼佛友 封城普普来到印尼雅加达 将观世音菩萨慈悲之光 普照有缘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 也特别感恩来自印尼 以及世界各地的法师们 佛友们 义工们 感恩大家 下面请卢台长接受佛友敬献的鲜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 感恩各位嘉宾 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义工们 大家好 我们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让我们这次能够来到印尼雅加达 广度有缘 广皆善缘 也是我们累世的因缘所造 四月的印尼 气候温暖 花开茂盛 给红法带来了春天般的暖意 心中有佛 烦恼灭除 让我们用佛法来改变人的观念 想通想明白 为社会 为民众 为国家带来吉祥如意 这就是我们学佛人的心意 在学佛的路上 我们要勇往直前 克服心中的烦恼和忧郁 用自我的能力 改变自己 这就叫开悟 用平衡的心态 想明白 想通 那就叫解脱 现在 全球因为各种各样的疾病人数 在死亡率仅仅艾滋病就有2500万人每一年 每天 全世界平均每秒钟就有20人死亡 因车祸 忧郁症 自杀 艾滋病和各种癌症死亡的人数 已经造成全世界每天有16万人死亡 很多人想不通 得了忧郁症 所以用佛法 让我们想通 想明白 知道这个世界来无常 去无常 一切都在无常之中 让菩萨的智慧 让我们想通 想明白 这就叫解脱 这就叫希望 希望我们摆脱人间的烦恼 能够成为我们伟大的佛陀和观世音菩萨的好佛子啊 所以要明白 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因果 学佛就是要彻底的了悟这个世界的真谛 因为这个世界每天发生的一切 就是一本大藏经 知音懂果才能让我们跳出轮回 不造星夜 广结善缘 就会让我们自己心中拥有无限的心灵健康的空间啊 学会心宽 世界对你来说会变得更宽 学会脸要宽 你一辈子不埋怨 学会笑脸 你一辈子不会跟别人翻脸 学佛就是要让我们正确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不回避压力 不挑剔辛苦 命运本来就没有一帆风顺的 面对失去 我们要更加的努力 面对好的运气 我们要学会低声下去 得失随缘 让这个人生活出一个佛性 活出一个慈悲 从前有一只迷猴 他手里抓的一把豆子 在路上行走 一不小心将一颗豆子掉在了地上 为了这颗掉落的豆子 这个猿猴 于是将手中其他的豆子放在了路边 趴在地板上 东早西寻 但是在他还没有找到这一颗豆子的时候 先前放在路边的豆子 全部被积压 已经吃光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要懂得珍惜 把握你当下的所有拥有的一切 放下已经丢失的东西 不要沉迷于过去当中 否则你会失掉你的全部啊 我们在生活当中 财富地位名利 就如同那一颗种子 为了这一颗种子 我们忽视了身边的朋友 亲人 已丢失了 没有了 学会放弃 那是一种艺术 懂得放弃 那是一门学问 了脱生死 就要学会放下 人间的东西得得越多 天上的东西就得得越少 而我们人间的东西放下的越多 天上的收获就会越来越多呀 有一个青年 二十岁的时候 因为没有饭吃 他饿死了 他到了地府阎王老爷那里 阎王老爷从生死簿上查出 这个青年应该有六十岁的寿 他一生会有一千两黄金的福报 不应该这么年轻就死掉 所以阎王爷心想 会不会是财神把他这笔钱抹掉了呢 于是阎王老爷就把财神叫过来质问 财神说 阎王爷 阎王爷 我看这个人的命格里 文采不错 如果写文章 他一定会发达 所以我把一千两银子 交给了文取星了 让文取星以后交给他 阎王爷又把文取星找过来问 文取星说 啊 阎王爷 这个人虽然有文采 但是生性好动 恐怕不能在文章上发达 我看他武略也不错 如果走武运 可能会有前途 就把一千两金银交给了武取星 阎王再把武取星找来问 武取星说 阎王 这个人虽然文采武略都不错 但是非常的懒惰 我怕不论从文从武都不容易送给他 一千两黄金 只好把这个黄金交给了土地公公了 阎王把土地公公叫来 土地公公说 阎王爷呀 这个人实在太懒了 我怕他拿不到黄金 所以把所有的黄金埋在他父亲 从前耕种的田里 从家门口出来 他只要肯挖一锄头 他就挖到黄金了 可惜他父亲死后 他从来没有挖过一锄头 那就活活的饿死了 最后阎王老爷判了活该 然后把一千两黄金 搅到地库里 这是一个民间流传了很广的故事 里面有非常深刻的含义 就是说 一个人如果拥有再大的福报和文武略财 如果你不肯脚踏实地的 勤勤恳恳的去生活去工作 你将会一事无成的 另一个含义就是告诉我们 一个人只要肯去努力 肯去实践 他每一步 每一锄头 都是价值一千两黄金啊 所以学博人 佛就在我们心中 如果你不肯去学 不肯去挖掘 念经 傍生 许愿 佛性 就在你身上 你也找不到 观世音菩萨 我们婆陀 就在你边上 你的人生 也不会如意的 所以 为别人想 就叫慈悲心 因为一个人 经常为别人想 你就在避应自己 现代人 每天为自己想 非常的自私 所以最后 伤害的也是自己 有一对夫妻 非常的小气 从小培养儿子 也是自私小气 儿子长大之后 娶了媳妇了 和爸爸妈妈 整天小气 而且还用 其人之声 含至其人之道 帮着媳妇 整天的欺负 父母亲 因为他太了解 自己的父母亲 拼命地去他们 自私到了极点 最后把爸爸妈妈 都病倒了 到如今 学佛我们才知道 自私不会产生 慈悲 众恶不会产生 善果 一个学佛人 永远要为别人想 那就叫善良 所以 伟大的佛陀 经常就是因为 众生之痛 犹如武痛 众生的开悟的根 就是扎在众生当中 一个人 一生 想修成佛性 慈悲成佛 就是要从 救度众生 开始 有一个教授 给大学生上课 教授 拿出一张白纸 贴在黑板上 用笔 在白纸上 点了一下黑的 问这个同学 你看见了什么 这位同学说 我看到了一个黑点 教授又问 同学们 你们大家都看到了什么 所有的同学 异口同声说 我们看到了一个黑点 教授说 同学们 你们为什么 只看见一个黑点 这么大的一张白纸 你们却看不到 我们现在人 对别人 对你好得不得了 看不到别人 对你好一辈子 一看就看到 别人的缺点 碰到问题 总是盯住别人的 一点缺点不棒 太太 为你们家做了一辈子的家务 对你这么好 先生 为了这个家 整天在外面工作忙碌 但是 你们相互之间 看到的对方的一点缺点 抓住不棒 天天争吵 为什么不看到他一辈子的不出 这么勤劳 这么努力的在家 记住了 学博人 少看别人缺点 多看别人优点 你的心中 才会越来越光明啊 从前 有一个大财主 他老年得子 只是这个孩子 从来只会笑 不会哭 老财主 想尽一切办法 让孩子哭 只是为了证明 这个孩子脑子 没有问题 正好碰到一个 云游的高僧 路过家里 财主抱着孩子 给高僧诊断 孩子不认身 冲着高僧 嘻嘻拼命的在笑 财主上前 心痛的咬咬牙 狠狠的打了自己孩子 一个耳光 孩子皱皱眉头 随机平静了 一声不哭 财主 冲着高僧一摊手说 高僧啊 这个孩子 是不是脑子 智商有问题啊 高僧不说话 从口袋里 拿出个手绢 插插手 看见桌上 有一个果盆 拿取一根香蕉 和一串葡萄 在这个孩子面前 晃一晃 小孩子 想了一想 伸手 接过了葡萄 并微微一笑 财主在边上见识 啊 高僧啊 我的儿子从小 他不喜欢吃香蕉的 高僧点点头说 嗯 知取舍 智商 没有问题 财主 伸手拿出 盘中的香蕉 拿走了 这个孩子 不悲 亦不哭的 财主说 您看 失去 啊 却不悲 不哭 不会是 前世的高僧转世吧 这个财主以为 他的儿子是高僧转世 啊 我这方万官家产 还指望他继续继承呢 所以我可不想让他出家 你给想想办法吧 高僧 沉思了片刻 端起了果盘说 来跟我过来 一群人走出财主家的大门 正好门口有三个小孩在门前玩耍 高僧看看孩子 再看看果盆 果盆里还有三根香蕉和一串葡萄 于是高僧 伸手把孩子招呼到身边 分给他们 每人一根香蕉 三个孩子接过来 兴高采烈的 拨开就吃 这时候 财主的儿子 突然伸手指的香蕉 大声叫起来 呜呜呜 财主赶紧拿出葡萄哄儿子说 儿子啊 葡萄才是你最喜欢吃的 那是你不爱吃的香蕉啊 财主的儿子夺过葡萄 气急败坏的 就往地上扔 拼命的嘴上要香蕉 但是三个孩子已经吃完了 这个时候 拿着香蕉皮 冲着财主的儿子在逗他笑 这个时候财主的儿子 突然之间哇的一下 哭了 把财主和仆人都吓一跳 财主 非常的高兴 我儿子会哭了 但是 他又不解的 去问禅师说 禅师啊 他平时 一口香蕉都不吃 今天 怎么会为香蕉哭了呢 高僧 微微一笑 说道 世间 大多数的人的悲伤 并不是 因为自己失去了 而是因为 看到别人 得到了 因为人的嫉妒心和欲望 犹如一个动物一样 不古猎人 在人间布下的天罗地网 为了自身的利益 情愿掉入陷阱 痛苦的追求 是自己得不到的东西 所以一个人 要记住 该你有的 就是你的 不该你有的 就不是你的 一切 一切随缘 这就是佛法呀 有一位富翁的狗 在散步的时候 跑丢了 于是他 急匆匆的 到电视台 发了一个启示 有狗 有狗丢失 归还者 赏金一万元 并有 小狗的彩照 和 大的 充满了一个 大的荧光瓶 这个送狗的人 都来了 结果 这个妇人说 不是我们家 丢失的这个小狗 这个富贵的 太太心想 肯定是 捡到狗的人 嫌我钱 给的太少 那可是一个 纯正的 爱尔兰狗 于是 富翁 把 酬谢的金额 改成两半 那只狗 其实是 被一个乞丐 他在公园里 躺着 打盹的时候 捡到的 乞丐 看到广告后 第二天 一大早 就抱着狗 准备去领 那两万元的 筹金 当他经过一家 大百货商场的时候 一看到荧光瓶上 那只寻狗起事 赏金 已经变成了三万 这个乞丐 马上 马上又把狗 抱回自己的窑洞 把狗 重新 拴在那 第四天 赏金 果然 又 涨了 在 接下来的 几天里 乞丐 从没有 离开过 这个大 屏幕 当 当 筹金 长到 使全城的 民 市民 都感到 惊讶 的时候 乞丐 觉得满足了 他回到了 破窑洞 但是 那只狗 已经死了 因为这只狗 在 布翁的家 吃的是 鲜牛奶 烧牛肉 对乞丐 从垃圾桶 捡来的东西 他根本 不能去吃 这个故事 就是告诉我们 欲望越多 你失去的 会越多 因为 我们人 有智慧 不要在 欲望当中 消磨 自己的 生命 我们人 不能 要什么 就一定要 去得到 什么 因为我们 每天的 烦恼 就是因为 我们要的 太多 我们人 能够活在 这个世界上 就要 感恩 因为 感恩 我们今天 还活着 想一想 凯撒大帝 当年 经常 跟他的 侍从讲 我凯撒大帝 征服了 亚洲 欧洲 非洲 我是一个 世界顶级的人 当我死的时候 你们把我两只手 放在棺材的外面 他的侍从问他 为什么 他告诉他的 四重说 你告诉全世界的人 我凯撒大帝 死的时候 也是两手 空空啊 所以 欲望 让我们失去的灵魂 最后 为了得到一点欲望 我们和一个身体在生活 人间的悲欢 离合 失败与成功 其实都是短暂的 世事无常 快乐 也是短暂的 人追逐到的幸福 很快 又会失去 因为这个世界 本来就是 无常的 我们的肉身 像个机器 如果用的过长 会破损 还有身体会不好 身体生病了 如果你不去执着 你的灵魂 也会 生存 但是你执着着你的身体 你的精神没有健康 你的身体就算好了 心灵也不健康 你一定会生病的 所以学佛人要懂得 无常在人间 佛法的真谛 就是苦空无常 来到人间 苦一辈子 最后空的 一样都得不到 还要饱受 人间一世的 无常变化 台长在节目当中 给别人看图腾 他的儿子有精神分裂症 台长看出 儿子晚上经常有人 跟他讲话 身上有两个灵性 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 这个年轻的女的 还告诉台长说 这个孩子上辈子欺负了他 所以他现在要给他惩罚 所以他小便特别多 这么大的人还尿床 台长要他好好的还债 还指出 这个听众要改毛病 好 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谢谢大家 师父 你说我孩子有那个精神分裂症 对 看到了 你这个孩子我告诉你 现在身上有两个人在搞他 晚上经常有人跟他讲话 是的 师父 还有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现在这个灵性不让他讲话 所以他现在讲话都讲不清楚 对 一个男的年纪比较大 一个女的年纪比较轻 这个你年纪轻的女的鬼 他现在告诉我说他上辈子欺负这个女的 所以他现在给他的一个惩罚 叫他小便多 叫他小便多 而且经常还要尿床 这么大 是 师父 知道没有话 所以我跟你们讲了 你要不懂的话 你想想我孩子怎么会尿床 我告诉你 全部都是灵性 所以一定要把灵性念掉 要给人家超毒 要还债的 欠人家的都要还的 不要去无缘无故去拿人家的 听得懂吗 好 师父 嗯 要好好地改毛病啊 明白了吗 嗯 现在老实了 过去嘴巴里还骂下流化 师父 师父 我一切试试真是多的 我下嘴地再改 看医师父 谢谢 因为我们人经常在想不通当中活着 所以我们才会想找回本出的感觉 那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多么的天真 多么的可爱 所以过去年轻的时候 我们是长身体 等到上了点年纪 我们现在心中长了很多芥蒂 什么都要怀疑别人 让自己的心变得越来越烦恼 所以人生就如一辆有趣无缘的列车 上上下下都有人陪伴着我们 当有一天我们到达终点站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感恩所有的人陪伴我们走过的每一段历程 抓紧时间 好好学博 好好修心 你才是能够脱离六道的开始啊 台长告诉你们 在古时候 有一个国王得了一种怪病 总是莫名其妙的头痛 一病就病了十二年 在这十二年当中 这个国王到处去求医 派个人在各大城市当中 招贴告示 悬赏重金 求民医替他治病 可是四方的民医 一批连一批 国王的病情没有好转 国王非常的郁闷 也很伤心 他想我皇上本是荣华不贵之命 怎么会去生这种治不好的头痛病呢 不久 国王的病况传到了邻国的一个小国 这个小国里有一位医术不错的乡政医生 这一天 乡政医生听了国王的症状 突然想到 诶 我曾经学过在药王神篇当中 中医传统的疗法 说能治这种病 但是路途遥远 出诊的成本太高 但是乡政医生下定决心 我一定要出国 因为他觉得国王的症状 悬赏的树木 大的惊人 如果我治好了国王的病 我后半辈子就不愁了 二来 自己也是一个成名的好机会 他一直在乡下帮别人看病 他就算治好了一万个人 也就是一个乡政医生 如果他治好了国王 那就是举国文明的医先了 到别的国家 旅途劳累 过桥费 过路费用 乡政医生 借了不少钱 还卖掉了妻子的赔价 凑齐的路费 开始上路 一路上 牛车 马车 旅车 板车 换了无数 来到了京城 接了黄榜 国王看见他相貌一般 从医经历上也没有什么特殊 对他不是太信任 乡政医生 询问了国王的病情之后 根据药王绳篇 开了几副帮子 几天之后 国王的病症明显减轻 过了几天 长期困扰的国王的症状 彻底消失了 国王非常的高兴 好吃好喝的款待他 但乡政医生慢慢的疑惑 他想我帮你治好了病了 你国王对我这么好称兄道弟的 为什么从来就不提悬赏的那一笔钱呢 乡政医生想 哎呀不好意思讲 暗示国王好几次 国王好像总是装傻把话题扯开 乡政医生开始有些恐慌 他失眠的时候就想 难道一个国王还会赖账吗 不至于拖欠一个小医生的赏金吧 过了一段时间 停药了 国王没有再复发 乡政医生知道 乡政医生知道 这一次彻底治好了国王 所以他就说 国王我告辞了 国王深情的挽留他 但是乡政医生 坚决要离开 国王送了一匹兽马 给他当脚 这个乡政医生 这个乡政医生 看着这匹兽马摸一摸 有没有金子放在这个马上 结果什么都没有 送他的时候 感动的国王对医生说 贤弟多亏了你 去除了我十二年的病痛 如果没有你啊 国王突然感动的说不出话 乡政医生 心中燃起的希望 他想象着国王这个时候 冲着后面一叫 来人啊 这时候出现一片四折 抬着金银珠宝小箱子 堆放在他的面前 然而眼睛一看 一切都没有发生 他的心凉了 但是这个医生不死心 他很想哭 自己大老远跑过来 花掉了这么多的结束 最后空手而回 他不能这样放过国王 他拿出一大包药 要给国王说 大王 虽然你的身体好了 为了防止你的病情 板部要长期对你身体 进行滋补 我这里有一包药材 叫巴豆 以后你每次吃完饭之后 要吃几颗 这样吃上几个月 我看就差不多了 这种药有点副作用 你要挺住不能挺 国王千恩万谢 把乡政医生送出了城 一路往家里 这个医生受骗了 心里悲传不好受 但是他想到了 临走之前给国王的那一报 谢药 他心想 哈哈 小气鬼国王 你一连要拉几个月的肚子了 心里感到有点安慰 一连走了好几个月 回到了家乡 他不认识家了 一年没有回来 自己的家竟然变成了一座豪宅 他的妻子迎出门来 把他拉进去说 哎呀 你知道吗 邻国的国王 派了很多人 送了很多的财物 把我们的房子全部重新的装修了 非常的豪华 活王还说 那些金银 怕你在路上带着不安全 他先派人送到你家里了 这个医生站在家里 想想自己后期 对国王很不认真的态度 以及最后送国王的那包巴豆药 他悔恨自己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做人 不管对别人多好 不要急于求得回报 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不 记住了用力摔打过的法器 无法复原 生活中很多事情也是这样 我们对别人很好 不会马上散报 求了菩萨 念了经 没有身体 马上转好 我们很多人就会埋怨菩萨 这么不灵啊 要记住 任何事情的因果 种下去的种子 不会马上长大的 所以我们对别人好过之后 我们看见别人没有对我们好 我们会产生误解错误的决定 后来真的把好的感情就这么糟蹋了 记住了 慈悲就是最好的良药 相信别人感恩的心 你才会拥有真正的知足和快乐 我们不管怎么样做人都要对得起别人 台长曾经在节目当中有一个人 他呢就是打进电话 跟台长说 因为呢 十月份 有非常大的台风 当时在美国东部 全部撤离 同修的房子刚刚在台风的中心点上 同修求了菩萨保佑 意念当中觉得菩萨给他造了金刚造 等到台风过后 别人家的房子全部倒塌 就他家里只掉了一片娃 请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 谢谢大家 我跟您先分享一个 我们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在美国东部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强飓风 当时的话全程必须要就是移动出去 必须都要走出去 不能在家里待 然后呢 我们家呢 刚好是在那个飓风的眼上 我们当时都傻了 就觉得这房子肯定就没了 因为当时飓风那个速度呢 就大概是100到150英里的风 而且是连续四五个小时 当时我就跟我们 我们主要是那个东海沿岸的同修 我说大家多求求菩萨嘛 求菩萨保佑我们都平平安安的 然后我们大部分 我们同修呢 基本上就是家里都是平安无事的 然后我就在佛祭前请菩萨 去求菩萨 然后当时意念里面就是菩萨 有一个金刚照就叫在我们家附近 因为我们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住 然后飓风之后呢 我们过去看 然后就是我们家的这个房子 上面就掉了一片瓦 就是那个还有一个那个就是那栅栏 那个就是塑料那种栅栏 就被倒了 这个就是很小很小的损失 然后我们当时没注意 过去之后呢 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我们就在附近又看了看 我们周围的很多房子 大部分房子 房子上的那个瓦片 基本上就一片一片的掉 很多人那个就是那个房屋保险 那个费用都很高的 当时就说我们家简直是 太幸运了 没有菩萨的话 因为我们就是在飓风的眼上 简直是不可思议 从地图上就定位 就在我们家旁边 所以我们实在是非常感恩菩萨 对啊 现在知道了 感恩关心菩萨感恩护法身 谢谢 有一位老人 他的名字叫张清松 他在93岁高龄的时候 依然精神抖擞 思维敏捷 这个老人每天七点钟起床 凌晨两点休息 每天还学佛念经 十八个小时 躺下三分钟就能睡着 他也不吃什么维生素 还有强壮剂 还有强壮剂 但是他一直不用卵磷指 以剑脑 有人请教他 长寿的秘诀 他说很简单 就八个字 好生 好老 好病 好死啊 就算再苦再累 遭受到人间再多的坎坷磨难 我们也要拥有健康的心态 我们人要云淡风轻 把过去的一切难过的事情 全部都要忘记 把别人对自己的好 要记在心中 这样你才能心不老 心中长存快乐 这就是这位长者的长寿秘诀 台长告诉大家 人老了心不能老 心是一条路 心开 路就开 心堵 路就堵塞 所以为什么叫开心 把自己的心打开 才能承受天地宇宙之正能量之正气啊 每一天为别人想着 那就是君子 每一天肯吃亏的人 那就叫君子 所以修心人就要修心灵 我们心灵美了 其实在人间什么都没有失去 我们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我们来到人间 什么都不是自己的 当我们要回去的时候 也什么都带不走 台长告诉你们 几句座右鸣 我曾经讲过 在人间 处事要安详 保生要迁退 为人要圆容 养心要洒脱 修心要无我 学博要众生 无欲自然 心如水啊 皈依三宝佛法生 佛在心中 法在行为当中 生就是你的戒律 好好的守戒 生就是在戒中啊 时间过得太快了 已经不给我时间了 我准备了很多 但是没有时间了 只能超过一点点时间 给大家讲两个开心一点的笑话 古生物专家 古生物专家 他们进山去科考 科学考察 在山洞的时候 看见两只千年的乌龟 头对着头 一动也不动 这时候 一个专家 问带路的老农民说 老农民伯伯 这两只乌龟 为什么一动都不动啊 老农民说 哦 他们在比耐力 谁先动 谁就输了 一位资深的专家 拿出放大镜 对着一个背上 有甲骨文图案的老龟 看了半天 然后说道 嗯 据我多年研究 这一只乌龟 已经死掉千年以上了 边上的专家都说 嗯 对对对对 这时候 对着他那个乌龟 突然之间 伸出头来说 对着那个乌龟说 啊 死了也不吭声啊 害得老子干等了这么多年啊 话音没落 那只身上 拥有甲骨文的老龟 伸出头大笑的说 哈哈哈哈 哈 你这个龟孙子 输了吧 你看你先动了 这年头 专家的话 你也会相信吗 有一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者 他准备研究中国 于是他报名了 专给西方人老外安排的中文课程 他去学中文 第一堂课 教的是两个英文单词 一个叫wife 一个叫husband 教了 老师的要求是 你们必须要记下中文这个wife和husband的丈夫和妻子的这个解释 wife的解释 请你们听好了 妻子 老婆 太太 夫人 老伴 爱人 内人 媳妇 纳口子 嫌内住 对象 孩他妈 孩他娘 内子 婆娘 昭康 娃他娘 败家的 三妻 剑内 女人 母老虎 还没讲完呢 主妇 女主人 财政部长 纪检委 魂人 娘子 屋里的 另一半 女当家 婚家 发妻 唐克 婆娘 领导 烧饭婆 黄脸婆 好 接下来给你们讲一讲husband 丈夫的解释 丈夫叫 丈夫 爱人 内口子 当家 当家的 掌柜的 不正经的 泼皮的 不争气的 没出息的 该死的 死鬼 死人 傻子 臭不要脸的 孩子他爹 孩子他亲爹 哎 老公 贵客 亲爱的 先生 官人 相公 大人 挨千刀的 老伴 你这个臭猪啊 这位学者就上了这么一堂课下的马上买机票回德国去了 我相信我刚刚两个笑话他们用印尼文是翻不出来的啊 所以学佛念经让我们法喜充满我们要看得清看得明我们不要再去想到过去了我们要看到未来不执着不签化 心无挂碍 无挂碍 故 无有恐怖 无恐怖 故啊 记住了 我们看得穿 放得下 我们一切才会轻轻松松的向前走 好好学佛 有我们伟大的佛陀 有观世音菩萨的保佑 我们还怕什么 好好的念经学佛 我等着你们是一片美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感恩卢俊摩台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